一個銀有兩邊 那你沒辦法去討好全世界 都有令我覺得失望的時候 為什麼我這麼用心去做一件事 會惹來別人的追擊我呢 沒有必要在一個點上去爭辯 大家去做好一件事 有人欣賞你 知道你在做什麼就要研究 港式奶茶 為什麼我會選擇它呢 因為比較容易入屋 容易集合到一班人出來 去關注香港的飲食文化 幾年前我自己開過一間餐廳 水巴師傅是很難請的 沒有辦法 唯有我自己站在我的位置頂上去 街坊又給我一些意見 覺得不夠滑 茶味不夠香 我就不停去改進 很多客人都有目睹 他們嘗試出來的感覺都說 你煮得越來越好 在IG打卡 可能是全香港最美味的奶茶 這些鼓勵的話 都令我更加想去上進多一點 帶給更多香港人知道 奶茶到底是什麼味道 2020年初的時候 有個香港奶茶關注組 我加入了進去 看到真的有一班同學 會喜歡喝奶茶的人 也有些谷友 想自己試試怎樣煮 不如我幫幫人吧 因為我都知道茶葉 在外面一般茶商同學 起碼拿20磅 那家裡怎樣可以用到 這麼大量的茶葉 拆開就跟一些谷友 一起欣賞和分享 開始去做這個分享的時候 很多谷友都會覺得 真的好喝 他們都很滿足 自己能夠煮到茶餐廳 出品奶茶那份滿足感 是非常之大 他們就上網去分享 當然也惹來其他同行 或者其他谷友的不滿 為何來來去去都只是你的茶葉 你是不是在賣廣告 是不是打手來的 行業裡面都有既得利益者 他們會有租金成本 大家分享的時候 我的價錢相對來說 是比較親民一點 都會惹到茶商的罪擊 都會令我覺得 失望的時候 為何我這麼用心去做一件事 會惹來別人的罪擊我呢 之後因為遇到這樣的情況 我自己開了一個項目 我自己的項目 就可以結合到一群真正想用心 去學和煮的奶茶 我都不會介意跟別人分享 因為根本都不是任何一個秘密 你想學我就教你 這種滿足感 比起其他東西更加重要 一個銀有兩邊 你沒辦法去討好全世界 有人愛你 也有人恨你 那些恨人都會不停追擊我 負面的評語 也都給我一個動力 我更加做得好 這一股滿腔的熱誠 是否會令人覺得討厭呢 會拿回一個平衡點 希望大家會慢慢認清我 我很希望可以多些人試到茶葉 要懂得煮才會知道自己要求甚麼 因為我現在把茶葉交給他們 跟他們分享 不是單一款的 我是做了三款 讓他們知道 原來奶茶都有這麼多分別 每間餐廳有多標準 但如果他們懂得煮的時候 就會懂得去喝分別 我的願景是希望他們懂得去喝 當他們懂得去喝 就會迫使到香港的餐廳 會提升茶葉的質素 慢慢就會將水巴師傅的技術提升 茶廂的出品會提升 遊客再次光臨香港的時候 說香港奶茶真是好喝 既然香港奶茶是一個香港的 一個標準 一個非物質違法遺產 為何沒有一個公司 或者是沒有一班人 可以將它做好 將香港的宣傳和推廣 奶茶聯盟 台灣奶茶和泰國奶茶都可以做得很好 為何香港奶茶沒有人去做這件事 反而你現在反觀在內地 奶茶國內的師傅 是比香港做得更加好 他們會更加去鑽研這件事 香港呢 我們這個文化的發源地 為何沒有人去做好 我就希望將這個文化做得好一些 現在很多人說到移民 喝了杯茶令他不用太掛念香港 很想將這件事都帶到全世界 讓你覺得知道香港奶茶是真的好喝的 現在我們會有一個人去做好喝的 感谢观看